我在美国 让我来说 高维维 维维到来 爱美是女孩子们的天性 这一期的维维到来栏目 我们为您带来的是 美国华裔学美会的总裁 何佳琪老师的专访 这位从16岁就开始 美容事业的何老师 有什么让大家 由内而外散发美丽的诀窍呢 大家好 你们正在收看的是 维维到来节目 我是高维维 这期维维到来节目呢 要跟大家分享美 女性的美 在纽约啊 说起女性的美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位 美丽的女性 何佳琪 佳琪你好 你好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佳琪老师 美智探货责人 美国华裔小姐 选美会总裁 大家好 佳琪你作为美方面的专业人士 哈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怎么样才能美 其实说到美这方面呢 因为其实就蛮大的一个概念 对 其实怎么说呢 就是说漂亮的整体 其实就等于是服装设计一样 就跟服装设计一样 因为漂亮的话是一个整体的 比方说化妆版 从化妆讲吧 如果化妆的话呢 首先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皮肤 嗯 化出来的妆才漂亮 嗯 对 那么如果怎么样有漂亮的皮肤 就是说一定要先做保养 皮肤 皮肤护理 现在我们叫皮肤管理 嗯 那皮肤光滑的话呢 其实化什么妆都好看 嗯 那如果皮肤有一些 比如说瑕疵啊 黑眼圈啊 斑点啊 以及做蚊之类的 或者松花之类的 嗯 那我们就要做调整 就像那个服装设计一样 比方说 呃呃呃整个的整整个的形体 它是一个很松花的一个 松松的一个衣服 但是呢 它腰带一抓 或者一个一朵花一放 放在一个 它那个形就出来了 灵魂就出来了 对 那那这样子 那我们化妆也是等于是一样了 那化妆的时候 那你也是把它的优点呢 吐出来 嗯 它本其实每个人都有它的优点 每个人都会一个 很好的一个艺术品 来自中国广东的何佳琪小姐 天生赋予着一种追求完美的能力 不但自己爱美 更喜欢把别人变美 她认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气质 是别人所不能及的 自以为平庸的女性 其实只是还没有发掘到自己的美 而佳琪小姐选择投入美容行业 目的是想帮助更多女性发掘自己的美丽 除了爱美 佳琪小姐更热爱她的工作 而她的美容化妆事业 也因为她的默默耕耘 蒸蒸日上 现在佳琪小姐已经在纽约拥有了自己的化妆品牌 还打造了一个美容王国 美字堂 在纽约很多的活动 只要跟美有关的 都是你或者是你的机构在参与 是吧 其实的话 比方说 如果说美方面 比方有时装周的秀 选美的秀 还有一些老人家的活动 小孩子的活动 那这样子 其实我都希望是围绕美的东西的话 我都希望可以给予她们的一些帮助 我们华谊小姐选美大赛这个活动 已经好多年了 我记得你一直是在参与 并且是作为主导者的 美国华谊小姐选美会已经主办了17年了 这一年是第17年 是16年已经过去了 那么是从2002年开始的 那那时候的时候我是被邀请 最早的时候是被邀请做美国顾问的 那从事的队友十几年 后来他们这个选美会 直接就邀请我进入的董事会 后来的话 从2013年开始 我就直接认识做美国华谊选美会的主催 我们那些华谊小姐 他们的影响还挺大的 是吧 我记得好像很多 回去中国参加比赛 还在电影行业当中 都会发展 是的 那这个美国华谊小姐选美会的话 主要每一年的话 我们都是培养一些那些 这些演艺界的人才 比方说是陈法拉 最为人知的就是陈法拉 他过去直接捧到香港以后 就参加TVB以后 一直过来 也都已经做了十几年了 他已经的名声也是很大 很多人都知道 高维维 维维到来 每周五晚 九点五十五 播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